从来没见过李景亮如此激动过 获胜后 他连帅四个队友 仿佛大猩猩一般怒砸地面 在采访时甚至流下了热泪 李景亮之所以如此激动 一方面是因为TKU了在中国 备受推崇的功夫之王穆斯利木 另一方面 就是对于上一场比赛 失利的沮丧心情 切丝里里的释放 上一场比赛 李景亮在直达一拳的情况下 被对手牢牢抱住 直到最后被裸脚降服 赛前自信的话语和赛后失败的狼狈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以至于遭受到了不少网民的无理谩骂 直到今天还会有人 拿这场比赛来述发心中的不快 李景亮和亲马耶夫的比赛 我记得当时后半夜躺在床上看到 等待了许久 比赛却一会儿结束了 看着手机不停地回放 感觉很是可惜 希望李景亮再接再厉 没想到后期针对李景亮的表情包 直到今天还屡见不鲜 当年李宁兵败汉城 有人给他游击过刀片 刘翔北京奥运推赛 连教练都被骂到 当着媒体的面泪流脑面 如果说当年国力孱弱 需要运动员那会儿签牌 而没有吐气为国争光的话 现在国力日渐强热 很多方面都拿得出手 不应该只靠运动员为国贴金了 如果说体操和田径 参加奥运会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你有监督 钱花的是否更合理 有必要去谩骂 但博击运动员都是自费出国大比赛 人家李景亮可曾喝过你家一碗水 吃过你家一粒米 中国运动员面对谩骂和指责 往往是隐忍和折服 而国外运动员似乎有些不同 TG迪拉肖当年被嘴巴抗诈 骂作毒蛇 他却慷慨接受了这个称号 还吻在了身上 保罗克斯塔被质疑 一身健子肉来路不正 有违规使用药物 人家就自创发明了秘密果汁 来应对物理指责 甚至还为秘密果汁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最近李景亮获得了UFC中国 颁发到最佳运动员 社交媒体运营称号 在其他运动员 还是一张图片 加个背景音乐的时代 李景亮已经能够用语言 或者世界来表达心得 体会和观点了 约束的格斗运动员 从来不能只懂拳打脚踢 受解心的压力 塑造故众形象 也是延长格斗盛名的必修课